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析一下乌克兰战场的情况 今天的视频内容相对较多 主要包括了在战场之内的一些情况 在库班,在克里米纳和在克里米亚半岛 几个方向的一个战况 另外我们来说一下战场之外的一些信息 最近各个国家都在加拿对乌克兰的援助 尤其是美国在两周之内再次宣布 也没有再次宣布 再次有相关的援助信息出来 我们先说一下美国援助 是路透社已经正式的报道 通过相关的官员透露出来 美国将在大概两三天之内宣布 对乌克兰进行下一轮的援助 总的金额大约是在4亿美元左右 它包括的内容大概有 史崔赫战车,扫雷设备,NASAM防空弹药 海马斯弹药,陶石和标枪,反坦克武器,爱国者 还有毒刺防空系统的弹药 所以我们说这一轮的援助 除了史崔克战车之外 史崔克还有排雷设备之外 多数是一些相关的弹药 但是很明显是对战场的进展 有很强的针对性 我们说在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在多个方向 并没有发起比较主动的进攻 相反是俄罗斯还在 克里米纳在东部发起一定的进攻 这可能和各个国家对乌克兰在不断的提供新的援助是有关系的 乌克兰在等这些援助进入战场 我们说这些援助的进入将大大提高乌军的战斗力 在最近的援助可以给大家回顾一下 加拿大澳大利亚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装甲车辆 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宣布要援助一定数量的M113等其他的一些装甲车辆 英国在提供 英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装甲车辆 这有相关的视频已经出来了 它的数量应该不小 另外就是说德国有一个大的援助包 并且德国在修改它的援助计划 增加相应的数量 现在美国在继11号之后再度又开始宣布新的援助 这一连串的援助实际上就是说反映出 目前战场的情况对乌克兰是越来越有利 主要体现在它的重装备设备越来越多 逐渐在追平俄罗斯甚至超过俄罗斯 我们以前的分析曾经说过 主战坦克双方已经旗鼓相当 现在看的装甲车步兵战车的数量 乌克兰也在逐渐赶上来 并且我觉得它的相应质量还是应该相对不错 目前德国提供的黄树狼和瑞典提供的CV90 目前还没有作战的一些信息 我们接着往下讲 在哈尔科夫方向 在哈尔科夫市区俄罗斯使用了极数弹药 主要是火箭弹形式 这不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第一次使用这类武器 但是最近的使用 尤其是在城市当中使用 应该说是一个报复手段 使用这类弹药 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在市区里布雷 因为俄罗斯的这类弹药 它的不爆炸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有很多残留的弹药没有爆炸 在城市当中是相对比较危险的 但是没办法 双方就是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说双方都没有签署 不使用极数弹药的协约 所以也无所谓 对双方没有限制 但我们说对于俄罗斯来讲 就是双方之间的怨恨会越来越深 所以俄罗斯真正的目的 它可能很难达到 也就是把两个国家 在重新搞在一起 我们说昨天的防空报告已经出来 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当中 乌克兰击落了9架侦察无人机 5架自杀式无人机 9架侦察无人机 跟以往的数据比起来 是非常大的一个跳升 也就是说乌克兰在前线的 这种反无人机侦察能力 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说这个对于战场 态势的改变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俄罗斯会在战场上比较被动 因为你没有相应的侦察手段 你的炮击和你的一些战场的预判 就很难实施 我们知道乌克兰在南部反击的时候 俄罗斯很早就能提前开始对大面积实施炮击 就是因为它有比较强的这种侦察能力 我们要注意两条 一条就是乌克兰是否能够持续的这样大量的击落 这种侦察无人机 另外一个就是说看 俄罗斯还是否能够大量的发布相关的视频 战场的视频 因为这类视频完全依赖于侦察无人机来实施 另外我们说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汉马战车 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尽管有很多战损的消息 但是我们想在这个视频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经历了俄罗斯的炮火覆盖 依然生存下来 另外在这个黑圈 它画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架自杀式无人机 准备去徐击这辆汉马车 当然首先是因为汉马个儿比较小 速度比较快 它有点错过了 岩石爆炸了 但即使爆炸之后产生的烟雾很大 汉马似乎也没受到太大的伤害 到时候我可以把相关的视频的链接 争取划给大家 所以这类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 它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我们刚才在说到卢森堡比利时 荷兰在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车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卢森堡这个小国家 一个60万的小国家 它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这种公用巴士 是全国范围内使用的 也只有卢森堡这个国家在欧洲 实际上它是收入是比较高的 我们说的是排在前几倍的 应该是远超德国的 但是在援助上 它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功夫 60万人 但是提供了非常多的援助 像乌克兰 这张照片呢反映出来就是乌克兰在南部反攻中 损伤的巴尔A4坦克已经拉到了波兰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工厂的一个外观图 这个布马 这个布马这个汽车 叫什么机械厂吧 这个工厂 这个外观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位置啊 它的位置实际上是 离这个 离波 离乌克兰还是相对比较远的 大概有400公里左右 我们量一下距离啊 到利沃夫的距离 哦 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大概这个距离的位置呢 就是说它的运输啊 是相当比较困难的啊 383公里到利沃夫 啊 未来呢 莱茵金属啊 准备在乌克兰要设置一个相应的工厂 这个工厂肯定是可以对豹二啊 黄鼠狼 以及啊 跟他相关的一些装甲设备啊 进行相应的维护啊 这段距离就省了 400公里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些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 啊 这个在乌克兰境内的工厂 大约是在12周之内啊 能够建立起来 啊 我们说刚才这幅图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这82A4也没有被俄罗斯缴获啊 又从工厂里 又从战场上拖回来 实际上这个能拖回来 再再修好再上战场 它等于啊 这个损失就大大的降低了 乌克兰利用 M982 这个远程制导的炮弹啊 击毁了一辆 俄罗斯的动物园干扰车 我们说这种俄罗斯动物园干扰车啊 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啊 非常的弱 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说他一旦做干扰 乌克兰应该很容易对他进行定位啊 大致的定位出来之后 就无人机具体的定位 无人机具体定位之后 就可以远程炮火打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物园 这个车只要在战场上一出现 他这个车实际上被打过多次 也被多次维修啊 因为他实际上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他很难在战场上啊 正常的工作下来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 战场上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说在库班以西方向啊 在热烈比扬基方向啊 热烈比扬基方向啊 双方在进行比较激烈的战斗啊 他是紧邻派特克哈特啊 已经有相关的视频出来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是热烈比扬基方向的一个啊 这个图片啊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这个钉字路口 就是热烈比扬基村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吧 我们我们 我们大致给大家说一下吧 因为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卡绵西克的啊 东南方向啊 就是派特克哈特 这是最先占领 然后就占领了热烈比扬基 热烈比扬基呢 大家就注意一下这个棚子啊 这个棚子 然后它是一个钉字路口 所以在这个区域啊 是一个战场的一个核心区 这就跟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片 就能吻合起来啊 这个相应的位置 另外呢 就是在克里米纳亚方向 克里米纳亚方向现在 阳伯利夫卡 迪布罗瓦 特里的东侧啊 以及比罗格格里夫卡啊 这几个方向啊 大家看一下 比罗格里 比罗格里夫卡的南北啊 我们说过一直在进行比较激烈的战斗 另外就是说 在迪布罗瓦这个方向 迪布罗瓦和 迪布罗瓦的南侧啊 有比较激烈的战斗 另外就是在特里的 特里及特里这个 以北啊 我们这张图看不到了 我们但大致的位置实际上离的并不远 也就是在同样的方向啊 在这几个方向啊 有比较激烈的战斗 但是我 但是我个人认为俄罗斯在这个方向也很难 啊 占到便宜 因为乌军啊 你一旦人扎堆之后啊 乌军肯定要使用这个 急速炸弹啊 你装甲车辆多的时候 他大量的方向装甲武器在不断的投入到战场 所以不太容易 你没有一个太好的进攻方法进来 啊 一直采用类似于像巴赫木特那样的方式进攻的话 啊 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啊 有可能损失还会比较大 啊 在德国里清纳也是 呃 乌军啊 比较重视的一个方向 啊 另外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在 今天的有新的消息 也就是说在 克里米纳半岛啊 啊 我就没有把相应的照片给大家放出来 因为我觉得 我尽量把 到时把视频的链接给大家吧 呃 在克里米纳半岛呢 这个什月村附近啊 发生了 大大约是两起爆炸吧 或者一起吧 现在 能够确定的是 是在机场附近啊 但是具体的位置 我们不能确认啊 这是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什月村到 在这个克里米纳的什么位置啊 他属于中间的啊 克里米纳半岛 比较靠中间的一个位置啊 他遭到了一个袭击 导致了他这个附近的机场啊 这是他附近的机场啊 据说是油料库和 呃 储存仓库啊 发生了这个爆炸啊 也有说弹药库的 这就不清楚了啊 另外一 据说有两处 还有一处呢 离这个火车站相对比较近 我们注意啊 这是有条铁路线的啊 这是 这是铁路线啊 这是铁路 这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是铁路线吧 这是铁路线 啊 这是电气化的这个 这个杆子 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啊 主要在他的火车站附近 发生了爆炸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这个区域的补给呢 他据说还主要针对的是 塞瓦斯多布尔黑海舰队的一个补给 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俄罗斯退出这个黑海运输协议之后啊 这个俄罗斯的海军肯定会成为下一步啊 乌克兰一直佐渺打击的一个对象啊 因为你不把他打了 这个粮食运输啊 肯定执行不下去 所以后面围绕着海军的争斗啊 大家可以值得关注一下 好 今天和大家分析到这儿 2 3 4 4